做義工最大就是滿足感 希望你受載人可以幸福、開心 你可以幫到人 你是可以跟當中意識到 其實自己已經很幸福了 我叫李宗明 我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1954年出生 1971年就加入中國銀行 我叫蔡正義 在香港出生 我在2018年加入中銀香港 主要在工商金融部工作 是後經理 我們其實在80年代 已經是參加義工工作 去問老人家 協助他們解決一些問題 因為工作都比較忙 我們有時候都是 要有些假期時間去處理 去服務他們 說退休之後 可以多些自己的空間 我們盡量協助 就是義工隊的活動 尤其是退休義工 去支持這些活動 探望老人家 會安排義工 教他們做運動 如何動手 動腳 他們真的很投入 看到他們開心 我也開心 這就是最大的滿足 其實我在中學的時候 也有接觸過義工活動 小朋友 他們沒有時間陪伴他們 我覺得那些小朋友 其實在小時候 沒有父母去陪同之下 其實他們是很容易走錯路 或者是想錯了 我作為一個導師的責任 來講 將他們想要的東西 可以幫他們 譬如他想英文考得好 那我就在英文上面教他們 他想去哪裡 那我就帶他去 我覺得是很有意義的一件事 就是看到我們去探望他 或者收到福袋 福袋的價值是很少的 但是象徵的意義是很大的 代表我們的心意 愛心 關愛他們 他們感受到我們的關愛 對他的鼓舞才更加大 對他的人生意義更加積極 那當時的小朋友說 很想參加攀岩的活動 那我就陪他 但其實我膝蓋不動 所以我只可以看著他攀岩 幫他拍片的嘛 那我覺得他們是很開心的 那天同時間 其實還有很多的小朋友導師都有參加 大家一起坐下來 聊聊那個小朋友是怎樣 都挺開心的 那這個呢 也都證明了我們做義工的工作 是沒有白費的 社會正在進步 越來越多人參與在其中 有句老話叫我為人人 人人為我 社會再進展下去 到自己老的時候 也有人幫到你 你有沒有覺得很開心 他和那些小朋友一起玩 你自己的人生都可以充實一點 那小朋友是 真的可能會因為你的一句兩句支持 鼓勵的說話 而改變了他之後的那個人生 或者怎樣走 或者他怎樣想法 就是 就是 整天小時候聽話 私鼻受緊有福 就是越來越大了 就開始認識到這句說話的意思 是 服務大眾呢 是我的理念 亦都是初心 做義工 每個人都應該要去做 由一個社會責任 應該要回饋回社會 身份相傳代代交接 如果是大家都有這樣的意識 可以做得到的 更加多人參與的 就可以多些人服務社會 應該就是最好 噓 騎啊 誰 腳 他 邀請 未能 是 癢